更新阴阳车这个系列 大家有没有想我呀 想你妈批 滚 看来大家还是对咱的新视频挺期待的嘛 那为了回复大家对咱的期待啊 咱决定让大家的期待变得更长一点 所以啊过几天再跟吧 好的本期视频到此为止 脱里妈批时间啊 好的上两期视频给老爷们介绍的一些 视神都是实用性和泛用性比较强的 但却只是一部分啊 一部分剩下实用性强的视神 也就是本期介绍的主题了 然后我们先来输出型 九吞童子 这只在日本被誉为三大妖的视神 到了阴阳师中却变成了刺目的既有 明明是干爹好嘛 九吞和刺目是阴阳师初期就存在的SSRG 但却没有像刺目那样 受新的欢迎主要还是因为 九吞是用来打PVP的 而刺目不管是带素材还是PVP都很强 甚至还有一些同学没有开发好九吞 就把他堆回来 不能这样的呀 作为后期输出型的视神 九吞不仅有强大的被动 更是在生存能力上强于其他的输出视神 正常的输出型视神需要佩戴的御魂 不是真女就是破事 心眼或者忘切了 但九吞只需要堆落就OK 或者说只需要少量的攻击加成 就能打出成敦的伤害 并且非常非常的硬 你激过他是给他堆被动 不激过他 他后期被动攒起来依旧非常的恶心 所以请拥有他的同学在后期阵容不强的情况下 考虑考虑如何拥有好这只后期型输出是神吧 至于御魂搭配 首先让输出最大化的真女 然后就是比较非主流的轮回啦 其次 想要打生存 可以被俘或者全队收益最大化的地藏 最后想要把九吞培养成副输出 可以带日女或者魁妹之侠控制对面 至于两件套生命加或者攻击 自己取舍 然后就是御魂属性 恶号位置一定要双速度 然后其他有生命啊 就生命 如果觉得攻击实在不够 再去考虑用攻击 说完九吞我们来说说这次更新的新世神 荒啊 又是一只爸爸世神 特别是三技能满集后 消耗等同的鬼火 对对面的世神造成等同于鬼火的攻击次数 如果目标死亡 那么攻击方式则会变成AOE 只不过逐次递减25% 那不需要我多说啊 这个世神绝对是真女蝶满爆的流派 当然喜欢打控制的也可以试试日女这个流派 六号位置 攻击 六号位土豪爆伤 普通玩家爆击就好 前提是咱要抽得到这个世神就是了 不知道你们抽不抽不得到 反正啊 我觉得我是抽不到了 其实咱一直想给大家推荐一只木系 九吞也就是泥猫了 作为一只阿卡 神情速度绝对比SSR快 但面板上也有不小的差距 只不过个人觉得影响并不大 首先我们看看泥猫的核心技能 普攻195造成100%的伤害给敌人刻下一个酒气标记 有50%加命中效果的概率附加嘲讽效果 普攻附带的嘲讽效果 预律是不可以驱散的 至于普攻不是被动 所以斑落也无法封印该嘲讽的效果 因此 泥猫在遇到预律及斑落的时候 能能打出不错的控制效果 最重要的是阿卡不需要花费鬼火 当然作为主要负责控制其次负责输出的是神 蜜猫的生存能力绝必是没话说 至于预魂的选择 反击流可以选择增加生命 二号位置绝对要堆速度 四号位置堆命中 至于其他流派的阿本还未曾研究过 所以就不误导了 嘿嘿 第一期视频有给大家介绍过鬼蛇黑 当时咱就在想 啥时候介绍一下小小黑呢 然后这期视频就把它拿出来说了 鬼蛇黑的核心技能连斩 生命每减少30% 追加一次攻击 最大程度下能输出4次 如果在这4次内消灭了对面的士神 就能再次触发 而且是无消耗 至于伤害 足疾递减40% 多段的话 铁定是选帧女 因为帧女的伤害是不会被足疾递减的 二剑套 暴击或者攻击二选一 然后就是土豪必备的震魂兽了 选择震魂兽的话 二剑套就可以选择 暴击了 因为如果选择震魂兽的话 我们暴击铁定要100% 接下来就是六号位置的暴伤 其位置附属型的暴击 当然这是脸帝 如果不是脸帝加土豪的话 个人是不推荐这样做的 说到控制流 兵勇绝对是众多阵容的宠儿 全体操讽 血量越少防越高 平A也附带操讽效果 简直是为了控制了诞生的士神 而且还是一只阿卡 成型速度可谓是非常的快 大于火龙狗们首选反伤了加命中 二号速度 四号位置命中 当然可以带招财猫 增加续航能力 或者地藏背负增加生存能力 但记得兵勇的命中一定要高 这是能稳定控制对面的要点 好的说完控制流 我们立马说解控类的士神 鱼铝 因为控制流的恶心程度实在太强了 于是基本上分段越高的玩家 养一只鱼铝的可能性就越高 至于鱼铝的核心技能 就是被动和三技能 被动是回合开始 自动解除自身的负面buff 除了三种 眩晕 泥猫的嘲讽和红屁股的嘲讽 三技能则是趋散对面的正面buff 不包括櫻木脸和棒剑的盾 当然还能驱散几方的负面buff 不包括狸猫红屁股的嘲讽和眩晕 至于御魂选择招残猫续航 地藏背负生存 竞技出奇不易 或者散剑堆速度 二剑套生命和耗位置速度 至于其他的生命和防御就OK啦 到了视频的最后 准备给大家推荐的是这只 又帅又蠢的士神 全神 配合焦徒兵勇 全神的反击友就初步成型啦 特别是御魂搭配 选择真的话一口气能反击独人两次 毕竟真是和全神的被动不冲突的 二剑套选择暴击 至于位置的选择 主属性 这个要看阵容 输出不够就对暴击加攻击 输出够的话 可以考虑生命加抵抗 阴阳士这款游戏 彼此其他手游 在PK这一方面还是蛮有趣的 并不是单纯的抽卡输出刷刷 还有每天中午和晚上的PVP 可以和大佬们互相切磋切磋 技能运营到现在 还保持着这样的人气也是很不容易的 当然我是主玩家不容易 这里是数据库 喜欢的老爷们可以点一下收藏 和关注特别是收藏啊 很重要 我们下期再见